大家好,我是娇魔力 以后买回来的洋葱不要总炒着吃了 大家都知道洋葱营养丰富 在国外被称之为菜中皇后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洋葱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厨房小白一看就会 没有任何难度和技巧 简单到只需要用筷子给它拌一拌 做出来就成了一道清脆爽口又入味的美食 比大猪蹄子还香好吃又下饭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紫皮洋葱 紫皮洋葱要比白皮的口感更好 而且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首先我们剥去一层洋葱的外皮 剥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切去洋葱的头和尾 再把洋葱对半切开 我们取一半就可以了 再把它切成同等的两小份 下面大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下手搅拌搅拌使盐溶解开 然后再把洋葱给它放进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 大家都知道洋葱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可是生活中还是有很多朋友不喜欢吃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而且在我们切的过程中也容易掉眼内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在盐水中浸泡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再把洋葱取出来 然后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洗掉洋葱表面的盐分 清洗干净之后将它控水捞出 然后再把洋葱切成厚厚的细丝 尽量切得细一些 切得越细口感越好 而且还更加的入味好吃 全部切好之后再用手给它抖散一下 抖散好之后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先放一旁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个去皮的红萝卜切去头和尾 我们取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放点红萝卜增加营养 也能使菜品看上去更加的有食欲 也可以放自己喜欢的其他配菜 比如说黄瓜 切片之后然后改刀切成细丝 切得越细越好 这样更加的入味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洋葱的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几根洗干净的香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红萝卜洋葱放在一起 再准备几个大蒜子用刀给它拍饼 拍过之后的大蒜能更好的激发出蒜香味 然后改刀把它切成蒜末 洋葱搭配蒜末一起吃别有一番风味 也不用切得太碎保留一点颗粒感 这样吃着口感更好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接下来再给它简单的调个味 往里面加入两勺生抽 再来两勺香醋 不怎么喜欢吃蒜的朋友可以少放点 再来一小勺白糖 一小勺鸡精 一小勺食用盐 最后再来一勺量的烧烤料 没有烧烤料的可以用辣椒面代替 然后再用筷子充分地把它们搅拌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给它多搅拌一会儿 这样食材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边拌边流口水 充分地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凉拌洋葱 就这样做好了 光看这颜色就非常的有食欲 就连不喜欢吃洋葱的朋友 学会像我这样做你也会爱上它 真的是特别的入味好吃又下饭 它的口感吃起来也是清脆爽口 营养丰富特别的美味 特别是美味口的时候来上一盘真的是太爽了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试一试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赶紧做起来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就要蘑莉天天分享